老公说你要是不去打针药也别吃 别在我面前咳嗽 我只能熬点糖水喝了 他又生气走了 家里的咳嗽药快吃完了 本来想去药店再买一点 但是我们这感冒发烧咳嗽的药都不卖了 去诊所又不给打针 如果去医院还很麻烦 我就想着买个梨熬点糖水喝吧 再坚持一下 一会还要去接孩子呢 一到家看到老公也在家 听到我咳嗽 他就很不耐烦的说 你不知道去打针吗 我说去医院很麻烦不打了 熬点糖水喝 那点药吃完也就差不多好了 他又说不打针药也别吃 别当着我面咳嗽 我已经懒得跟他吵了 我依然选择沉默 说完他又摔门而去 估计今晚又不能回来了 熬好了泥水喝了一大碗 毕竟身体是自己的 在孩子眼里 我永远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妈妈 姑娘说想吃蛋挞 实在没有力气出去买了 就自己给他做了几个 还挺好吃的 他又说想吃上次 蹦的嘎蹦脆的芳米花 我又抓了两把给他蹦了一锅 就这些 出去买 两桶得二十多呢 这不又省了吗 放上点黄油 奶香奶香的 老人小孩都爱吃 我的小店已经在活动 十六块九八二斤 喜欢吃的 还想省钱的 快去下单吧 其实婚姻就像蹦爆米花 不想红锅 就得小伙慢慢的拔了 想要吃又香又甜的 就得给他加点料 什么黄油啊 白糖傻的 要不然没滋没味的 吃几口也就够了 你觉得呢 我会想吃的 我会想吃的 感谢观看